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中場下跌174點 那你看 來我們來注意一下 自從這是4月19號 當時回測季線 然後外資大賣超當天 我那天跟你講 外資大賣超加上回測季線 我認為是個好買點嘛 有嘛 對嘛 從這個時候盤中大跌千點 各位你去注意盤中大跌千點之後 整個被吞噬 站上月線 但是今天我知道今天下跌之後 大家又開始 對 又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行情不是一路往上 富裕老師你在1月19號的時候 對 你在1月17號的時候 你那時候說跌到這個季線 開始往上彈 那時候感覺很強 但是這次怎麼好像 比較稍微有點震盪 各位其實很簡單 理由非常的簡單 對不對 這我在我的家族 我也分享過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來 你看一下這一次的 這一次我們是第二次回測季線 來 我們4月19號是第二次回測季線 第一次回測之後 你看這拉的時候速度非常非常快 但是因為是第一次 各位季線那個支撐力道 你越多次 它的支撐就會沒那麼強 這其實很簡單的理解 第二次回測季線會比較有震盪 我在家族已經講過 我跟我會員也講過 各位家族就是你右下角看到這個 小鼠率取588 歡迎各位加入 我每天6點鐘都會對盤視的看法 還有我對指標股有什麼樣的獨到見解 我都會分享給各位 好 之前我在家族 我跟會員都已經講過了 所以其實你看 在這邊的時候稍微震盪一下 可是我認為趨勢還是一路往上 對不對 今天最重要下跌的理由是什麼 各位因為很多人在那邊講 跟你講說 每超為上季營收低於預期 所以每超為跌 跌10% 但是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它是持續看AI 而且重點在於 上季的營收為什麼會低於預期 這是最大的重點 是沒人要買嗎 各位有時候 營收低於預期 到底是因為沒人要買 還是它桌不出來 對不對 其實這很明顯 也就是它自己也有講 因為上游零組件有缺貨 但它沒有特別去點名 但是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看這AI伺服器 上游零組件會有什麼 其實最重要它不就是晶片 還有呢 散熱嘛 對不對 因為它也有做那種水冷散熱伺服器 它最主要它的一個技術就在這邊 好 各位你去想想看 所以其實這個市場 它不是萎縮 不是說沒人要買 沒人要買的營收衰退 對不對 不如預期 你大家該擔心啊 第一個它營收沒有衰退 只是說沒有大家預期的那麼好 那沒有預期那麼好為什麼 對 其實就是缺料 所以我們還是要什麼 積極佈局 上游的對不對 晶片跟散熱 這也是我一直 這段期間一直跟各位講的嘛 我們持續還是看好這一個 所以今天大跌 各位大跌那你該做什麼動作 你該早上恐慌 然後趕快去賣股票嗎 當然不是嘛 我一直講我認為行情 尤其主身段並會結束 所以現在什麼 積極做操作 對不對 用捕靈短波段積極操作就對了 好 你看今天大跌跌下來 大家都說好可怕對不對 說每超為營收不如預期AI 不是主流嗎 但是你看我們看一些指標果 你看像偽創 它也是開低 因為你看每超為跌10% 大家覺得很恐慌 它也是開低 但是你看偽創還是守在這附近 還有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 廣搭也是紅的 各位注意喔 注意我跟妳講的 這些標的我包括說AI伺服器 我認為接下來都是很好的 對我認為很好的目標 而且重點在哪裡 這些都是核心持股 我們是會做來回做操作 然後核心持股來回操作 有時候我們的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我講520前我認為最好做的第三波 對不對 我最近一直跟你解這個 1月17回撤第一次 對 這邊是第一波 接下來這邊回撤這邊是第二波 接下來第三波 我說第三波 這邊回撤這個季先第二次 稍微會比第一次有震盪 但是回撤完成功之後的第三波拉伸上去 各位你注意一下 就像去年這邊有1 2 3對不對 我當時有放大給你看喔 第一次回撤 各位你看第一次回撤之後 這是去年喔 各位出生段 去年的出生段 回撤進去第一次之後 彈伸速度比較快 那你有沒有發現在這邊的時候 對 比較糾結比較震盪一下 對 但是彈伸完之後 接下來這一段是5 6 7 去年的5 6 7 第三個上漲波 也是最好做的一段對不對 所以不要害怕這下的震盪 那我剛才也跟你講 現在我認為在過了這個5月份 接下來這個第三波開始來了 所以我一直講主賽上場 所以接下來你更應該積極做操作 核心持股 對 有時候我們操作會稍微慢一點 但是我也不會拖很久的時間 不會做那麼好幾個月做操作 那不是富裕老師的習慣 但是現在我們要更積極了 各位積極 積極做操作 我一直一直 最近一直不斷的跟你強調對不對 其實盤伸很簡單啊 會認同的人喔 對不對 其實你很簡單嘛 我講你看主生段的漲幅 通常會大過出生段 出生段從2022年的10月25號 12629開始起算 一直到去年的7月17463 這個漲幅38% 我認為主生段不會少於這個 對不對 這其實你自己可以去估算一下 所以各位 現在震盪 我也跟你講 回撤季線第二次 通常會比較震盪 對 但是震盪完呢 震盪完還不就是再迎接這個 震盪完之後什麼 再迎接往上往 所以我那時候跟你講說超級大賣店 趕快跟著佈局 好 重點要操作什麼股票 我講啦 AI主流我們當然是覺得 這一定是引領整個操流 所以我們佈局相關也是如此 對不對 那現在整個行情開始起來 各位你要記得 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些主流股 開始做帶動 但是到最後的時候 會整個是百家爭鳴 所以很多的股票 接下來都會非常的棒 但是重點是 你要有方法去做操作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股票還是很多檔 創新高 漲停板 來注意看一下 瑞儀 瑞儀喔 4月18號的時候 各位注意一下 4月18號在這邊 6176瑞儀 在181元的時候 我們試駕做買進的動作 那我知道很多的老師解盤 對 他也會拿call訊給你看 但是有時候 你不知道他怎麼買對不對 有時候要趕快亂買 有時候射飛鏢猜中 可是你看夫妻老師的節目 一路以來始終如一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突破布林往上走 這是我自己發明的口訣 你要特別去注意 我覺得布林的軌道 你一定要好好善用 尤其你現在你要積極做操作 你要用短波段做操作 各位布林軌道絕對是你的好朋友 重點是你要怎麼看嘛 對不對 我這樣講 你要常常用 不斷用 當中你就會發現 所謂的醍醐味 對也就是你會發現 到底怎麼樣讓他變成你的絕招 好我們來看一下 瑞儀我們在哪一天買的 來這邊 在這一天買 這一天你一定會說 老師這邊還沒有突破布林 但是我說在突破布林前 有時候他有跡可循對不對 你可以先下手圍牆 對我稱之為先手 先就這樣 你在下棋的時候 你直黑子 先下下去 對搶先人家一步 為了是什麼 為了就是硬買突破 對突破布林開始往上走 那就是硬買突破的關鍵點 好這個時候有什麼跡象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之前 其實瑞儀之前這邊也漲過一波 其實你看我的方法是一種循環 這邊第一波那時候 突破布林是在這邊 開始大漲一大段上來 那時候我在節目上我有分析 你看漲了這麼多 你當你帶寬變寬對不對 很容易就會陷入整理 對這時候你要注意 當你帶寬越寬 他整理時間跟拉回的風險就會大 所以我常常都有提醒各位 短線急漲超過20%的時候 你要開始斟酌他的一個賣點 對 但是有時候帶寬太寬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先獲利了解 好 那你說這邊下來 在這邊月線做強勢整理 這時候富裕老師提醒 那這邊叫什麼 窄口黃金交叉對不對 等到帶寬開始縮窄 窄口黃金交叉出現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去找買點了 好 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做布局 4月18號然後我們來這一天 當然後來有三天的押回的時間 為什麼押回 因為什麼以色列 射飛彈打到伊朗 還有很多人說怎麼打到核子設施 結果就要升級整個戰士 我那時候就在盤中 對 我在這節目也都有講 盤中跟會員講 我在節目中也講 我說這不就是流言 流言拉回來的時候是什麼 在給你佈局的好機會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 出現了窄口黃金交叉 在這邊做買進 壓回來 對 壓回來之後是不是再往上彈 然後當你看到第一季 他賺了4塊錢 這叫什麼 突破不靈 正式突破不靈 是不是開始往上走 好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強勢的股票 他很難跌破 昨天上個交易日的低點 如果你看到整個被吞噬掉的時候 這時候你再做一個警覺 都還來得及 尤其你跟我佈局在這邊的話 這個拉上來你看到連續一直往上 到今天還在往上推升 像這個就是突破不靈往上走 對不對 來 你看其實這一天也是 就是正式突破不靈 4月25號6176瑞宜漲停 194.5 對 這天你去追進 其實都還來得及 當然佈局這邊是更漂亮 尤其你看這邊的時候 這個線的這個成交量 感覺比較沒有人在注意到 這邊已經開始動了 好 動了到今天 所以你看你注意這價格 多少人都沒200塊 今天是在創下新高 而且是歷史新高 我們今天12點半的時候 6176瑞宜 今天再創新高210元 對不對 不曉得跟你講的方法都是一樣 我這樣講 如果假如這時候我看錯對不對 其實你相信 我相信你也知道 假如跌破了 對 然後這個低一點 其實你可以先走一趟 除非是你核心持股 有時候核心持股 我們可以抱久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是以短波段做操作 有時候短線一跌破 對 一些跌破一些支撐點 你想想看其實從這邊你去買進 到這邊都沒有到10% 你要做停損沒10% 但是一咬對呢 你有沒有常常發現 傅老師跟你講 我們咬對一檔股票 對 它這種整個飆升起來 會非常非常恐怖 對不對 我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就像你在3月多的時候看到 拿來鴻海對不對 鴻海3月4號一買突破 突破不靈的位置在這邊 後來一路飆漲上來漲50%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抓一個停損10% 10幾% 但是你咬對狠狠地咬 對 往往都投資報酬率都很恐怖 那時候我就跟你講 鴻海105買了會跳舞有沒有 為什麼在105你買了會跳舞 為什麼 各位 各位可不可以回答我 很簡單啊 突破不靈往上走嘛 一買突破嘛 所以我說一買突破這個很關鍵 當它出現一買突破之後 拉回才能再給我做佈局 當它短線飆升超過2 30% 然後它的貸款很寬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找它的一個 關鍵的賣點 對 就是1 2 3 3個步驟 然後我都會一直不斷地去重複 對 我追求就是不斷地 一直重複這些步驟 好 那你看 銳移栽動新高 然後你看我們旌旗操作 包括像旺溪 是不是一樣也是動同樣的方法 突破不靈之後 尤其我說過 從這邊這個貸寬寬的開始縮窄 各位你要注意 其實像旺溪我們之前也都操作過 我相信老觀眾老朋友都知道 來 其實在這1月2號的時候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一買突破在這邊 各位您應該還記得 後來拉伸上來之後 他這邊貸寬變寬之後 我們再等他再來一次對不對 在這邊再做突破的動作 好 現在同樣貸寬也變寬 然後也短線急漲超過20% 對不對 有時候這個東西 你看我節目 如果你自己對這些股票有興趣 你自己去操作 你也要用我的方法 我一直不斷地提醒 來 對不對 你看短線急漲已經超過到27%了 對不對 再創新高 一樣 我想說方法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去善用對不對 好 重點在什麼 再去複製 你要去複製模式嘛 一買突破 或者他即將突破不靈 你儲在先手的位置 有沒有 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樣 包括上禮拜你又看到 對 講高利 對 高利 來注意一下 8996高利 這也是我們上禮拜很強的股票 重點在什麼 其實我在 其實這些股票你有沒有發現 不表示幾乎都來回操作 旺席 高利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你看高利我們那時候 在1月底的時候沒買過 1月底的時候 8996高利 對 成交232元 對 試駕做買進的動作 為什麼要買 各位 因為那時候也是跟你講 是不是一樣一買突破 買在突破的關鍵點 大家整理一下 再突破 再往上 再繼續攻 你看那時候才200多塊 現在高利今天再創新高 那我們已經現在來講 這一波你該買在哪裡 買在這附近 為什麼 窄口黃金交叉出現在這邊 我有講過 你就算這一天出現窄口 黃金交叉的時候 這邊都來得及 它突破上來之後 各位你看到昨天的低點 對 都沒有被吞噬 我說過 其實至少你可以抓以3天低點 對 唯一一個 你的一個出場的標準都來得及 那這需要經驗 你該用昨低還是3日低 還是說你該用5日 那它每一個股票 跟它的一個上漲的幅度的時候 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這樣講 一個強勢的股票 很強的股票 其實它昨天低點都很難跌破 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這樣股票 各位 昨天漲停板 很多人講 那今天其實跌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跌下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害怕 對 老師也不願意提 但是你看 其實你看 還是很夠強 一直還在往上拉 像這樣子 如果假如開始轉弱 我們在做出場的動作 都還來得及 是不是 好 我們再來看一檔 今天這檔非常非常強 來 6442的光盛 對 今天漲停板 15 9.5 好 你要注意 同樣的方法 各位 重點是 到底要怎麼去做操作 我把圖放在這邊 上禮拜這邊的時候 不是上禮拜 前天的時候 這邊你為什麼要追進買進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光盛 這也是我們之前操作過的 從這邊各位來看一下 從這邊是一買突破的點 那時候你看 但是我們賣是賣在這邊 我相信老觀眾還有記得 我不是賣在最高點 我們賣在這邊 好 整理看 這邊貸寬這麼的寬 是不是一樣是跟副教師講的 貸寬越快的時候 越有拉回跟時間整理了 壓力 好 這邊開始窄口之後 出現黃金交叉 就在上個交易子 在這邊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是 對 當然 所以你在上個交易子 就該進場 做買進的動作 對 但是問題是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同樣的方法 那你會不會用而已 所以今天再往上拉 對 再創新高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缺口又打開囉 又再往上 是不是又符合 服務員老師講的 對 沒錯 所以一檔接一檔 我覺得520前 對 現在很多這樣的好股票 那你該跟我一起進場 做布局的動作 廣告師等你的電話 先進一檔廣告 陳東同顧楊老師 引持成功三藥義 簡易戒律高效率 獨創短鋪断獲利法 被您買在起張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陳東同顧楊老師 引持成功三藥義 簡易戒律高效率 獨創短鋪断獲利法 被您買在起張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所以一個成功的方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第一個 你要先判斷現在的局勢是如何的 我就一直講我認為主身段並未結束 所以拉回 尤其像回測季線 是個好買點 所以我不是硬拗對不對 當然不是 因為我有主觀的看法 我也規劃好了 好 我們先把這個弄好 接下來主流族群是什麼 我認為AI會帶動 所以我們積極地去佈局 這是相關的 那我也講很清楚 接下來用的方法 我常常講一個分析師 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能夠預告 邏輯 操作嘛 那預告我也預告給各位看了 突破布林往上走 對不對 我一直說我這是 全市場最敢預告的分析師 要怎麼做我都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來 你看像高麗 來這邊1月29號在這邊 對 我那時候剛才也給各位看 來這邊的時候 我認為突破 即將突破布林 各位你看那時候也出現了 這邊窄口黃金交叉 各位你有發現這時候也有 窄口黃金交叉 這邊一買突破之後往上拉 好 拉伸到現在這邊 各位從帶寬開始縮窄 再出現黃金交叉的時候 又再拉伸一端上來了 我們反覆的這樣子 如法炮製 對 去找這些好標的就好啦 來 你看光色 一樣嘛 對不對 我們之前也是從這邊開始 一路飆升 後來這邊先賣掉 好 拉回來到這邊再來一次 對 還有你看喔 方法都是一樣的 來 世界先進 在3月的時候我也跟你講過世界 對 然後你有沒有注意到 也是一買突破突破這邊開始 往上帶寬變寬 所以它會做一個拉回 拉回各位注意一下 在這邊出現了什麼 窄口黃金交叉 有沒有 黃金交叉出現在這邊 所以拉回的時候你都可以再做布局 然後你看到開始缺口往上打開 對 就是一個都是這樣子做操作 只要不要轉落 各位 當然沒有100%對的方法 如果轉落了之後你再走就好啦 對 有時候適當的停損是應該的 但是要抓到一檔股票好好地咬 對不對 就像你看到像鴻海 對不對 我們鴻海 各位你剛才看到那也是非常恐怖 還有包括像 來 你看在3月底開始做的像牙箱 對不對 突破在這邊20% 40% 然後接下來將近60% 然後將近80% 一路往上衝對不對 你就好好咬就對了 然後將近100% 好 咬對一檔就可以抵很多檔 所以方法我們都要積極做操作 行情來了 我覺得這行情還很大 對 所以不要害怕 如果看錯就做一個停損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看對了就好好咬 接下來還有很多這樣子的好股票 對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做布局 來 你看喔 來 像之前在上個交易就跟你講 像自身 對不對 這邊窄口 開始出現窄口 開始拉伸上來 開始突破 那像這種跌下來 那副教師跟其他人不一樣 其他人跌的時候一定不會跟你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來跟你分析 因為跌的時候他們覺得沒什麼好講 但是你看你用我給你交的招式 對不對 突破布林開始缺口打開 打開之後不要轉弱 各位你看連這一根紅棒都還沒被吞噬掉 這時候你有自身的你有需要擔心嗎 沒有啊 他還是強勢表態 強失的股票 那你不會覺得副教師就非常的開心跟各位講 對啊 因為如果你跟我一起在這裡 窄口這邊開始做布局 彈身上來就算這邊再往下 對 少賺一點 看錯了 停利或停損都可以 重點是你方法要對 如果你方法不對 各位 這很多人抱著股票 往往就是抱了差不多8個月 10個月 對 半年 1年 副教師講求的就跟各位講 我們知道布林短波段 我們盡量效率的去做操作 尤其是現在我覺得真的行情來了 我剛才跟你講了對不對 回撤第二次季線之後 現在要展開了就是主身段的第三個上漲波 短線震盪不要怕 跟著我一擊操作就對了 重點是什麼 現在要積極的操作 我們現在要積極的用硬買突破 用布林短波段 去給它做一個效率的操作 所以大行情來了 我承擇地邀請各位 跟著我硬買突破 尤其突破布林的時候是非常關鍵點 如果能在突破布林之前 我們先下手圍牆 我們先找一個先熟的點 我也非常樂意帶各位跟我一起進場 硬買突破特工隊 現在熱烈招募中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行動 拜拜 給誦導自身會 ढ handheld沒 app 還沒買 我還是要 vitamin的 然後會贏 餐大概是 fáb4 然後你喝牛吧 veterinary 搭 encuent 八道 倒 預告 爸爸 December 早